練球時間一到 瘦天國小的小球員們 排排站開始投球暖身 2016年瘦天國小 奪下世界少棒阮氏大賽冠軍之後 吸引許多原鄉的小朋友 來這裡逐棒球夢 因為我看到我哥哥 都有代表 有拿到IPA 哥哥都在打球 看他們打球很帥就來打 那你有沒有心中的偶像 或是想學習的對象 有 林鴻鈺 因為他所備好打球又好 瘦天國小聚集來自各地方的族人球員 彼此也都來自不同的族群 主要原因是少子化的影響 所以說我都有一段時間 都會到山上去找一些 以前認識的家長來幫忙來招生 過去認為球員只要會打棒球就好 但鄭教練說球員一定要讀書 如果書讀得好球就能打得好 在我的想法功課裡面有很多寶貝 可以應用在棒球的那個技術層面方面 你如果說讀書讀得好 你本身你在球技方面自然就提升了 根本不需要教練在背後 在一直吹一直教 瘦天國小也是旅美球員王偉忠的母校 現在的小球員們跟隨學長們的腳步 希望未來有機會在球場上發光發熱 記者巴朗高雄岡山成文報道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